在國外已經有多起電子煙造成肺部傷害 甚至死亡的個案 行政院昨天通過煙害防治法修正草案 明定禁止販售電子煙 同時把禁煙的年齡從現行十八歲 提高到二十歲 並且將大專院校幼兒園等納為禁煙場所 爭議多時的煙害防治法修正草案 政院版終於出爐 除了提高禁煙年齡 由現行十八歲改為二十歲 並修正類煙品定義 禁止電子煙製造輸入販賣及供應 但加熱煙列入新類型煙草產品 增定健康風險評估審查機制 上市前或是已上市 但改變成分或製成時 必須通過審查 行政院定調修法禁止電子煙 鹽管加熱煙 但常年關注煙害防治的董事基金會痛批 修法一進一開 雖然看似僅放型加熱煙 但電子煙與加熱煙的行銷通路 多所重疊 產品定位不易 擔心未來難以管控 而董事基金會也直指 國際上已經有多項研究 顯示加熱煙含有有毒物質 我們看煙草公司自己 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加熱煙草公司 自己的網站的報告 他們為了申請在美國上市 他們坦承 他們至少有58種 台灣目前是禁止 沒有開放的加熱煙 他們坦承至少有58種有毒化學物質 2020年的一個研究 獨立又發現了四種 所以他們至少有62種有毒的化學物質 董事基金會表示 將繼續串聯民間團體 提出民間版的煙害防治法修正草案 希望仿效新加坡 澳洲與香港 主張雙禁電子煙與加熱煙 記者下出財台報導